今天来点负能量 天蝎座的关键字里面就有 跟犯罪啦 跟黑暗啦 跟复仇啦 等等有关的负面字眼 通通都让我们想到负黑 所以天蝎座也背负了这样的骂名 我们的确会对人性的黑暗面 非常的感兴趣 如果天蝎觉得自己被伤害了 那这个弄他的人 他就会非常的有兴趣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也会变成他一生的课题 比如说他会躲在暗处不断地观察你 他也会不断地学习要怎么样去对付你 那么在这过程中 他也许不会真的去对付你 但是你已经感受到了 他想对付你 对付你 想对付你 你就会觉得这个天蝎座给人的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人对天蝎的腹黑 说办是出于一种想象 或者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压迫感 所以天蝎座的同学 请你们学习我一定要阳光一点 特意的阳光一点 会让人减轻对我们的不当的想象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继续地附黑下去哦 天蝎最擅长的就是崩溃啦 如果是对外人 那么他的崩溃是看得出来的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忍耐很久了 也忍耐得够了 他如果再继续忍下去 那还得了 一定要飘出一点点让你知道 他已经紧绷啊 所以天蝎座生气的时候 你是看得出来的哦 而且他也会忍不住 跟比较要好的人 噼里啪啦地说出来 声音还不大不小刚刚好 所以你也听得见 因为天蝎座会觉得 我生气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 个性白目的人 真的自己当心一点 行走江湖 有点危险 而且狮子座非常懂得 创造一种潜规则 以至于他完全不需要开口 周遭的人就知道 狮子想要排挤谁了 有听过狮子的朋友 会很有默契的 帮助狮子一起霸凌对方吗 某种程度啦 当你被狮子打压 你应该要高兴 因为那也许不代表 你做错什么 只是代表 你很有潜力 说到水瓶座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博爱的星座 这是一个风向的星座 应该很理性吧 那你就错了 其实我觉得水瓶座 骨子里是大男人跟大女人 你觉得他们的脾气会好吗 当然 的确有些水瓶 平常脾气看起来挺随和的 那是因为 他所遇到的事情都不重要 都很普通 都不用太在意 他们当然就很随和咯 但如果是他建议的事情 也惹他生气了 那他们就会彻底的变身 不但天不怕地不怕 甚至于还会有一点暴力倾向 所以他们就会做出 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比如说明明是很不好的事 他偏偏要去做 因为他会不断地挑衅 他会让你感同身受 你让他多不舒服 多不愉快 他也要让你多不舒服 多不愉快 而通常暴怒过后的水瓶 他会很讨厌 这样的自己被看见 所以他接下来 就会断绝跟外界的联络 变得非常的孤僻 宁可断绝跟外面的关系 他要专心地暴怒 其实水瓶有非常强的占有欲跟控制欲 只是他不会让你看出来 因为水瓶超级会装无所谓 还好还好 这不怕无所谓啦 那都可以啦 其实很多事他介意的要命 只要是水瓶座在意的人 他的一言一行 他的一举一动 都让水瓶在意的不得了 所以啦 水瓶其实会被自己的占有欲给吓到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乎到这种程度 水瓶座也很会假照顾之名 行控制之时 用照顾你的方式 掌握你的行踪 这样的水瓶座 你可以想象他有多在乎咯 所以他爱有多深 遭到背叛的时候 恨就有多深 首先呢 他们是超完美娇妻的代言人 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 你作为他的老公 你很受不了他 我明白 但是 他得你妈疼啊 连你邻居的妈都疼他 我告诉你 所以我只能说 巨蟹座的人设做得太好了 他们就是 嫌妻良母的最佳代言人 出得厅堂 入得厨房 然后又会带小孩 然后又很顾家 又会帮你顾面子 虽然关起门来 你知道他的脾气有多硬 可是 大家爱他呀 已经占据了稳固地位的巨蟹座正宫 如果你敢背叛他 你敢伤害他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有多渣 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愿意当渣男 那你就放心的外遇吧 双子座的看起来很自信 其实骨子里超容易胡思乱想 一旦看恋爱 就会用超年人的方式来控制对方 比如说每天一定要通话啦 视讯啦 一定要黏TT啦 不管是感情还是工作 其实双子都没有什么安全感哦 他们超怕自己被人取代 所以有些双子会用主动出击 来克服自己的这份焦虑 亦或是拼命地刷存在感 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大家 把目光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就算刚分手 也跟热恋中一样 让你傻傻分不清 因为双子是十二星座当中 最逞强的星座了 他不相信自己没有谁就活不下去 没这回事 被分手了 内心深处明明难过的要死 但双子呢 一定会压抑这种感觉 然后说服自己 我一定会没事 在人前也不可能垂头丧气 所以他就算失恋 也会精心打扮的 跟恋爱的时候一样正 所以你会分不清楚啊 他到底是失恋还是热恋中啊 为什么还是每天精神异异呢 甚至再逞强一点的 他会马上交下一个 因为本来就很多人在后骨啊 他只是不给他们机会而已 而且赶快交下一个 也可以跟前任示威 天平不合群就浑身不自在 即使他不想要 他更想做自己 因为他很怕自己 如果不合群 会破坏群体的和谐 他不想成为 害这个群体无法前进的人 而且他也不想被拿出来 来讨论 如果今天有人说 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天平而无法成 他就会崩溃 就像大家在团购 即便买的东西贵得要死 只要别人说 就差你一个人就成团了 他就只好马上跟 所以你知道怎么推动天平了吧 凡事只要跟他说 就差你一个 他一定二话不说马上加入 即使他不需要 讲到天平座 大家的keyword就是 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俊男美女 当然俊男美女这一怕已经有被很多天平座打破了 他也非常有自己的目标 并且他已经在轨道上咯 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这样的既定目标的时候 这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他在当中很难讨论很难商量 或不会为你而改变 在这过程中唯一能让你比较舒服的地方就是 他会假装听你的话 因为天平有一个毛病 就是骨子里蛮害怕冲突的 所以咯 当天平和别人意见不合时 他会随意附和 或者是干脆不表态 以为这样就能维持世界和平 其实错了 别人反而会觉得天平座是没有态度 有点假 除此之外 天平若是跟谁产生误会 他也很怕面对面的吵架 所以他会冷处理 希望让时间冲淡一切 但其实什么也没冲淡 因为一直没有处理 请天平同学记住 一天一沟通 复评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